你知道,澳洲为防澳洲野犬有多努力吗?直接拉起了500多公里的铁网。那么国外大黄到底对它们做了什么?如果要在地球选个野生动物天堂,澳大利亚绝对是榜上有名,就连区区野狗都能成为草原上的顶织掠食者。 澳洲野狗就被称为澳大利亚野犬。澳洲野犬,澳大利亚野狗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,中国,东南亚,印度等等地区。因为其生命力强,种群数量庞大,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一微物种。在它们的群络之中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,只有拥有绝对统治权的一对野狗才能够繁衍后代。 那为何澳洲政府鼓励掠杀野狗呢?据农业部门统计,2018年,整个澳大利亚超过一万多只绵羊被野狗吃掉。而到了2019年,这一数字则增加到了两万只。除此之外,野狗在绝大部分的食物还是以带熊、带鼠等体积小的为主,这给澳大利亚农业、畜牧业带来巨大损失。 由于野狗没有天敌,处在食物链顶端,脾气上来时还会攻击人类。逼不得已,澳洲政府每年都会组织捕杀澳洲野狗以保护当地生态平衡。 为了对付澳洲野狗,人们可以说是使劲了浑身解数,甚至人手一把枪,随时准备杀死,轻住农场的野狗。 还有的人把毒药藏在食物里,去毒杀野狗,但是野狗的数量过于庞大,只是靠捕杀完全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 于是农场主想到了一个妙照,他们把野狗的尸体倒挂起来,这样路过的同类看到难免会形成恐惧。 可在多次实验后,人们发现这样的效果也不咋地。 可别小看这些野狗,光是对付它们,每年澳洲政府都会损失九千万到一亿美元。 既然因为野狗亏钱,何不利用野狗赚钱? 澳洲动物界专家表示,可以将这些野狗装在罐头里,卖给中国等东南亚国家。 这样的狗兽罐头,既满足了亚洲人的需求,又能为澳洲政府挽回一些损失,还促进了出口经济的发展。 以上就是熊鱼为大家分享的内容,欢迎留言讨论,我们下期再见。